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直被强国凌辱 但是日本在20世纪、30和40年代 对中国的侵略 则持续时间最长 造成的破坏最大 1931年9月18日 对当时在北京的学生领袖田宇石来说 是个不能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 日本占领东北三省的消息 传到了北京 史称918事变 田宇石后来成为国民党著名将领张学良的机要秘书 和国民政府代理财政部长 但是当时他却是个热血青年 代表着学生和市民 要求国民党政府抗击日本的入侵 田宇石回忆了 他同200多名代表 到东北将领张学良 在北京的官邸 当面要求他抗日的情景 我那时候就穿学生军的衣服 也不刮脸 头发也像个囚犯一样 我就站起来 我就张先生 今天我们有幸能看到张先生 很幸运 但是我今天跟你说话 我是含着眼泪 痛心得很跟你来讲话 我说我今天除了代表全北平 一百二十万市民 代表全体大中学校的学生 之外我还有一个身份 你要知道 我是生育基金富裕 东北青年 我代表我东北的 父老兄弟诸公子妹 来跟你说话 今天我要你有力的 肯定的负责对我答复 他就一愣 就是丑事 说这个土匪好厉害 接着我说 我说今天 日本人占了整个东北 把我的田园卢木 完全占领了 把我的父母兄弟 几乎也 枪毙的都有 受伤的有 住到监狱的有 像我家里的诸古姊妹 已经被强奸了 到今天 他们躺在那 这样情形 你今天说这种话 对吗 你对得起东北人吗 我说你这说话 等于不负责任 中央指示 我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 当然你还没有说完了 我不让你接下来 说这种话 不愿意听 面对日本的入侵 国民党主席蒋介石 采取了忍让的立场 他希望通过 国际社会的压力 迫使日本撤军 蒋介石 在一份守令中 阐述了和制定了 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仍然把在中国 消灭共产党 当作首要的任务 台湾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的 张玉法教授说 国民党 他的决策 他还是觉得 如果中国不能 真正统一起来 一去抗战 一去打日本 那大家都可以借抗日 来把自己的力量 发展起来 那以后中国的统一 可能是 非常困难 说蒋介石 他看到这一点 他就是对日本 就是最初就是 尽量地用忍让的办法 就是用外交的方法 来给你折冲 但是对内部的这些反对派 不管共产党 还是一些军阀 他都要想办法 把它消灭掉 或者收复掉 张玉法教授说 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 危难时刻 蒋介石的这种政策 在当时是不合民意的 当时国民党的基本政策 是所谓安内让外 就是先把内部安定之后 再来打日本 那么但是 党是全国的舆论 都是要先让外再说 就是先把日本打 打走再说 所以就是说 那个时候国民政府 他的做法不符合民意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都对于这个 当时领导国民政府的 蒋介石当然还不满意 这种不满情绪 在1936年12月12日 达到了高潮 这一天 蒋介石在西安 被张学良和杨虎城 两位将军扣押 西安事变 使中国暂时失去了领袖 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 震惊了世界 当时西方的新闻媒体 将西安事变成为中国上空的一场 使全世界担心的风暴 日本朝日新闻 关于西安事变的 号外的通篮标题是 中国政局全盘混乱 为了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张扬两位将军通电全国 发表八条抗日救国的主张 一 改组南京政府 容纳各党各派人才 共同负责救国 二 停止一切内战 三 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四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 保证人民集会结社 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 确实遵行孙中山总理遗嘱 八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25日 经过共产党和其他方面的人士斡旋 蒋介石被释放返回南京 张玉法教授说 张学良和杨虎成兵建蒋介石的举动 虽然是出于抗日的目的 但是在国内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 张学良本来是说 蒋介石不抗日 我把他抓起来 大家应该很拥护他 但是很奇怪的 各个地方的军人 就是这些大的军事领袖 政治领袖 通通打电报 要遮备他 他说你这样刚好是 制造中国的混乱 使我们对付日本 就失掉了政教 那么还有就是说 在蒋介石被放之后 全国那种兴奋 非常的狂热 可以看出来 大家对蒋介石还是很拥护 你只要 大家可以承认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 你只要抗日 张玉法教授说 张扬两位将军 还受到了来自苏联 要求释放蒋介石的压力 共产党一听说 张学梁把蒋介石扣起来了 他们兴奋得很 他们说赶紧地接到延安来 我们公神要把墙壁杀掉 他们是很恨他的 那后来不就不两天 这个苏俄的电报来了 一定要保护 保护这个蒋介石 他说中国真正能领导抗日的人 只有他能领导起来 而苏俄那个时候 最需要的就是 中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领导中心 在东方来抗住日本 你稍微包围苏俄后方 因为他西方 西方是受德国的威胁 他所有的后方 假如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保护 这个是对苏俄的国防是很有危险 西安事变之后 蒋介石打应停止围剿红军 并同其合作共同抗日 开始了国共两党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 但是在事变开始时 共产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 其中包括毛泽东在内 都认为蒋介石被扣押 是除掉他的绝好机会 中国大陆历史传记作家叶永烈说 毛泽东他本身的思想 它是有一个发展 或者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因为西洋事变在1936年 12月12号发生之后 当时在保安的 毛泽东只收到 张学来一个电报 那电报很简单 就是说蒋介石抓起来 就这么一件事情 当时就是对这个事件的本身并不太了解 在12月13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 从当时他谈话的这个记录上可以看 毛泽东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 这个元凶被带下来了 他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要公胜蒋介石 公胜的结果就是要杀蒋介石 这个很明显的了 也就是说毛泽东最初是主张杀蒋介石 我觉得这也很好理解 因为这个打了十年内仗 彼此都是你是我和这么打 那么一下子听说这个对手被抓起来 那当然很高兴主张要杀掉他 叶永烈说 毛泽东态度的转变是在后来 当时周恩来到达西安 并从西安向毛泽东发去详细的电报 毛泽东由此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 并对杀蒋介石可能会产生的结果 做了更审慎的估价 叶永烈说 在国民党里头 以何英勤为首的 就是要主张坚决跟共产党打 要坚决要禁决西安 这时候就是说 毛泽东开始看到 如果杀蒋介石的话 会造成国内的大乱 蒋介石不能杀的 而且他也承认 蒋介石在整个当时 中国领袖地位 蒋介石就此成为全中国的抗日领袖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筑顺说 西安事变是当时中国政局的一个 关键的转折点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37年分级抗战 西安事变实际上是一个契机 西安事变影响是积极的 不是像有些人说 这是一种历史的悲剧 好像是不值得的 这当然不是这样 西安事变最大影响 过来和平的实现 和全民族对日领袖的发动 所以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极大的进步 蒋介石通过长达十年之久内战 没有能够消灭红军 后来因为西安事变 颇刺蒋介石大影抗日 缓解了他同各地方实力派 和其他政治派别的矛盾 就是他通过西安事变 他的威信更高了 日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因此加紧了入侵中国的举动 1937年7月7日 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上 中日两国的军队发生冲突 日本以此为借口 对中国发动全面入侵 凭借其巨大的实力优势 以闪电方式 在数月内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 中国人民身陷苦难 这将是我们下期节目的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